娱乐吹水不妈嘴 欢迎收看娱乐吹水不妈嘴 又到了一年一度 无线小舍和花单位 争奖而摩拳插掌的时候 使徒行者和民暗战了 以十二项提名独领风骚的 而第48届的无线试后 会不会又是蛇丝曼呢 因为他已经夺走了 新加坡和大马的TVB试后 那这一次的四地试后之争 会不会显得没什么看头 大家和吹水团发挂一下咯 四地的话我还是看好 那个国精安啦 因为在大马拿掉了 然后他的演技也是很资深的 很如河春庆的 然后事后呢就是 就是那个丁姐咯 当然是写四满的国精安哥哥啦 因为引爆啊 你看那个肌肝都吃着了 那个国精安 写四满不用讲啦 演技这么好 来又强 丁姐 聊香的话他虽然是用回彩膏的那个方式来去演 可是 就是现代摆的彩膏是比较好看的 写星版的话 丁姐不用讲了咯 够皮又够美 国精安 第四孕那个 就是死了败了啦 又有什么原因啊 我十五个太多啦 我觉得十个ok啦 因为十个就有一个TALK10的感觉嘛 十五个有点泛滥 所以我就不知道啦 人多到 一个人重复嘴套戏你看 就直接把票给分散了咯 这样子的话哪里还有公信力咯 哎呦 这十五个走 我觉得太多了是不是 感觉上好像是一个什么大闸会这样子 如果讲10例的话 大家都看好 当大家看好 如果无限再不选的话 其实无限是自打嘴巴啦 虽然我看好冷风啦 但是我这个人讲灭碎灭的 我觉得他好像有这个可能成为黑马叻 他都已经走了咯 都没有contract 都不是灿上仔 没有机会 无限的传统就是要 找灿上仔灿上来 有点多 不过你想要一套戏就有两三首歌 偏头曲 偏尾曲 插曲 所以可以接受的啦 好像一套戏有两首 入围咧我觉得很多 听不完的感觉咧 多 三十六首咧 怎样听咯 很多 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要选哪首好 这个西团节评里有一个扎点唱 OK啊 蛮有热血的 有 五若黑的越来越难 好听 好听 冠菊英的那一首 真实谎言 诶 好听咧 开玩笑 罗比尔你好野的 小鸡仔 我觉得很不错啊 潘山乾隆 马国明的那个李思韵 可是我觉得他跟他老婆死掉那一幕 真的很感人 就是阿唐那边抱着老婆 一直流泪的感觉 嗯 陈景帆跟陈欣美咯 我觉得你们两个好撑好撑好撑 有啊 Coby跟阿燕啊 爱到要生要死那一种 就是那个 韩山乾隆里 那个 马国明跟李思韵咯 他们觉得要满灯队下 我个人呢 是希望 林峰和蛇士曼 能够拿到 世帝事后了 不管怎么样呢 TVB万千星会颁奖典礼 将在12月15号举行的 新周网呢 在当天也会同步 为大家揭晓重击 下个星期呢 大家能到以下的网址 为你们心中的 世帝事后投票 把好运带给他们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